大盘在盘面当中又出现了一些买单的点火 今天盘面当中蛮多的一些集团龙头股股价持续在飙 包含了像是237的大同 以及在1304的台聚以及亚聚 近期盘面当中热度持续的还在进行聚焦 我当然最近明显看到了 有时候蛮强势的个股冲出来 就见到了隔日冲大户进场琢磨的一个影子 那这些个股近期冲高之后 震荡波动会变得比较剧烈一些些吗 哪些呢其实有被关注到强势的指标股 它不是只看短 而是可以放眼长线来做一个观察的呢 来为您先强调到专家是分析师许峰禄了 峰禄好 听见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峰禄其实我们的团队呢 近期都会整理一些隔日冲大货 对一些个股的一个进出动向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 就像看凯基台北好了 这昨天的进出标的 蛮多都是监盘面当中 还是热门讨论的一个个股 包含像台剧 大同 这个在昨天盘面当中呢 都是受到了有凯基台北的一个琢磨 台剧呢 这凯基台北昨天是买超有3900多张 另外他们买的还有润泰新 网加跟威健 砍出的则是以大同为首 砍了28000多张 新光金 中钢跟开发金也是凯基台北 昨天在进行调节的 大同当然今天引起的一个讨论热度比较高啦 因为昨天大同外资在买 投信也在进行一个布局 所以今天股价看到右供亮灯涨停板 你会怎么去做解读 近期很多的一些隔日中大户 都在追盘面当中的强势指标股 可是多空筹码在这个地方交战的同时 有时候冲高震荡波动也大 哪些是可以比较看长线我们很报的呢 好我想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不是中大户 他们其实跟单跟得很紧 都跟着谁的单 投信的单 市场上现在比较稳健的一个资金 而且不断的买进的大概就是投信 不管你指数涨指数跌都一路能买 所以我认为这些的一个市场资金 其实聪明资金也是会跟着强势的一个族群在走 那投资源有在操作 我只有一个关键 就是它只要一报巨量 你记得适度的减码 当五日线能够守稳 你再去做潜入布局 那如果它是出现一种当天大震荡 超过15个百分点以上的 你就可以去留意到 通常它用空间取代时间之后 再往上涨的机会就有 那我就用今天 台面上最强势的族群来 跟大家来分享好了 今天最强的一个族群应该 没意外就是第三代半导体了 对不对 空上涨停的有汉磊 因为媒体又说 英飞林 安生煤等国际的IDM大厂说 现阶段为了避免 这个新冠疫情的蔓延 避免这个产业链发生危机 它已经开始释出 GAN跟SIC的日晶圆代工订单 汉磊要承接这个IDM的一个订单 所以订单接不完 就开始有那种大涨 同时间像亚聚 那今天也非常强 那其实它重点是什么 它旗下的81A的运风 不断的一个在创新高 这一月份我们也是在上半年 就跟大家报告过 那它又切入到第三代的半导体 那今天又在创新高 另外还有一家 就像1560的中沙 今天也大涨 但大家可能想说 它是因为半导体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业务 而是因为它有切入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所谓的吻成 这一家也是主供第三代半导体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大家看这些个股 当然大家去找第一件事情是 这一些所谓的格式通大物 他们一定去找的是量很大 然后市场焦点很高 然后这是长期产业发展的 那我今天从这一些的族群里 就帮大家找一个 它也是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化物 因为它有转投资 那它本身又有相关的一个 半导体的一个功率的解决方案系统 那它又 那代号是3033的威建 这张股票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是第一次他在跟大家报告 是他在月线 在季线附近刚刚转桥 那时候跟大家报告的是 它的获利非常的亮眼 当时是从财报跟获利的角度 帮大家做追踪 因为8月营收还可以 月增10% 年增32% 而且上半年赚1.98 这IC通路商 那当时候在转墙之后 跟大家报告 他有没有看到 他在9月15号爆量震荡之后 又休息了几天 今天所有的第三代半导体化物 都在转墙的同时 我们再回来看他的话 他是整理完 准备再走第二段攻击的一个形态 那同时间我在发现的是 在整体的一个第三代半导体化物里面 真的能够获利最多 其实以目前来看 威建它是属于本业本来就好 本来就赚钱 然后在切入转投资的 所谓第三大半导体化合物的 一个吻成 最近又要私募 有机会去做切入 那他本身因为有代理 所谓英飞龄 那大家也都知道 他英飞龄的一个IC通路商 所以他早早就已经切入到 所谓相关的一个 碳化系的一个功率整合方案 他也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产品 所以他其实已经是 所谓的碳化系功率整合方案的 一个大厂了 那这个其实未来会取代 所谓的C IGBT 那他的一个营收获利 表现都很不错 所谓第三代隐藏版的一个化合物 其实这一次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你看到他股价已经来到这里 那之前第一次跟大家讲 股价在24 5块 这一次整理完之后 再往上要走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再做一个提醒 因为它是属于近期强势股 油量有价 然后还有机会再创新高 重点是今天有一家公司 大家请注意是代号6411的经验 股价还在创新高 而这个也是威健 它所在今年度新代理的一个品牌之一 也是一样车用IC的部分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IC通路里面 代理的一个产品又多 然后获利又好 又自己本身有切入到 整个摊化系的功率解销方案的一个厂商 威健我觉得这边相对价格 还是属于比其他相对便宜 如果大家追不动 真的看到8121这样涨 你真的追不动 你再看到3707的汉累这样涨 你追不动 那3033的威健 我认为在整体的行情 我认为接下来 指数在这附近整理整理之后 还有机会就准备 在10月开始往上 要去强攻前方18000点的话 我觉得这些具备有长期产业 包括短期震荡 而且获利又好的公司 我觉得投资运用可以还去做留意 好 那封路我们另外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近期投信 连续8天都在进行进场 买台股的一个动作 跟八大光股券商是并肩买超的 抵御外资跟进商的大卖超 昨天看起来投信也在逢低减便宜货 近8日累积买超金额来筛选的话 包含富邦媒 创意 台速台积电如红联帽金上电等等 都是近期投信有在进行抄底的一个个股 他们是在拼最后的作帐绩效吗 还是其实他们布局的是第四季的新方向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定不是要去拼结帐 也不是要拼作帐 他一定是要再去布局第四季 甚至于是明年 其实渐进来到9月 其实大家特别留意到 现在反而在看的是 明年的产业前景 是不是能够持续性的一个发展 然后股价位接相对还是合理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其实我看到 除了刚刚的一个车用 第三代的半导体化物之外 今天有一个族群是 也是非常强的 这是所谓的地轨道卫星 刚刚田权才有说嘛 这个投信其实买的非常多 你看投信一般它在布局个股的时候 它一定会先去审视它的一个营收跟获利 很难得像2314的台阳 现在又在拉了 对 基本上继续涨 那我说这个一定是一个 长期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才会这样涨 但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比较建议大家去布局 如果你在位阶低的时候 在季线附近你去布局 这些还没有实现获利的 只有筹码优势跟题材概念的 我会建议说你在季线附近去做布局 低跟长红你可以去做追价 可是已经来到这边 我不一定大家去追 但是你可以去看到 同书群的股票里面 位阶其实有一档之 我觉得是价格最便宜的 那是代号3491的圣达科 你就做一个简单对比好了 台阳三半年还亏八毛四 八月份营收也才月增 0.98%年增6.12 那你对比的话 圣达科虽然他的八月营收 是月减11% 但是比去年年增31% 而且一个亏八毛的 已经来到创新高 那3491的圣达科 他赚2块04 昨天他其实也强过一大盘 也是在创新高 可是你如果看到 他是属于这个所谓 低轨道位置里面 中央重要的高频微波天线 其实这个技术相对来讲 是比较高的 那我会认为说 个别的题材 尤其最近相关 有所谓天线概念的个股 其实表现也都还蛮强的 那过去 大家可以看过 我在去年年初 年底下跟大家报告过的 一档个股 叫3338的药灯 也是所谓的一个天线的题材 股价居然一次从 一下从当时 跟大家报告的90多块 最高飘到518 但是这是因为新股的一个 筹码优势 那对比而言的话 3491的森达科 这个获利相对来讲 都是非常稳健 去年赚了2.03 今年38年赚2.04 股价其实现阶段 对照今年初的一个价格 今年初高点82.4元 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经过 那想想看 去年赚2块 高点就已经来到93块 去年的高点是93块 那今年的一个高点 都来到这里的话 我会觉得投资朋友也可以好去做留意